似乎拍电影已经成为了范皮布尔斯家的一项传统职业了 开创范皮布尔斯家电影制作先河的是马文·范皮布尔斯 他最为人熟知的影片当属于1971年的斯维特拜克之歌 马文的父亲是一位裁缝 但是马文却不想追随他父亲的脚步继承他的视野 马文的儿子马里奥范皮布尔斯则延续了马文的道路 成为了一位演员兼导演 此外他大部分作品都是独立完成的 在马里奥最新的电影《我们就是派对》中 他的两个孩子也有出演 其中就有他17岁的儿子曼德拉范皮布尔斯 马里奥说不管将来他的孩子是不是要当导演 他都希望能教会孩子们如何享受自己的工作 做到哪个人出演 做成功能 做成功能 干识之类的 我可以做成功能 我的女爸子也不会在一个人生命 不要以为他喜欢的 他太陽看了 他会有很多的粉丝和 porn stars 但是他又说到 他觉得曼德拉有从事电影这行的潜力 他说 在我们就是派对一篇中 马里奥扮演的父亲在早上将曼德拉骚醒 这对父子说 在现实中他们的关系也是如此密切 马里奥说 我们就是派对将于4月6日在美国限量发行